快手这些视频平台 最近几天受到一个行业监管的政策 或者消息所影响 所以我想短期来说 相比起其他一些大型科技股 我想可能他的走势就会相对落后一点 不过至于那个投资者 因为他本身在91元的成本价买 也就是说他现在累计了跌幅 都已经是超过一成半的了 所以我想这个投资者 应该都是打算用一个中长线的角度来看的 那对于中长线的角度 正如刚才所说 我认为整个科技板块 在第二季的反弹势头是有机会延续的 那当然了 快手就未必是反弹得最快的那几只 因为始终还有一个消息上面的困扰在 那我觉得91元 就是以一成多的反弹幅度去计的话 我觉得在第二季是有机会实现到的 但是你说去不去得到100元那些位 可能那些整数关口位 就会有比较大的压力 那所以如果股价真的有机会 挨近90元或者90元附近的位置 投资者就不妨可以 就是开始部署先行离场 就是无论你赚少少也好 或者是少少也好 不妨先走一转先的 就是情愿让它有机会再回落 去到比较低的位置再买 或者第二一个选项就是 去回90元附近的位置 不妨换买一些更加是大型的一些科技股 正如刚才所提 会不会是腾讯或者是美团那些 我相对来说 就觉得直播率是更加之高的 7月1日 9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